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二十二节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 主啊,我弟兄得罪我,我当饶恕他几次呢? 到七次可以吗? 耶稣说,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,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彼得问耶稣应该饶恕得罪自己的弟兄几次 七次是否足够? 犹太人的习惯是不超过三次 而在犹太拉比的讨论中,通常认为四次是饶恕弟兄的最高次数 所以彼得大概以为七次是非常足够了 但是耶稣答复他,不是七次,而是七十个七次 七十个七次可以翻译为七十个七次或七十七次 不过意义应该是接近无限多次的意思 2013年,那个时候有一位美籍宣教士凯尔·鲍尔 在墨西哥遭绑架后,靠着传福音感动绑匪 两天后将他释放 后来奇迹般地回到他所属的加州四方教会 鲍尔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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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鲍尔 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要求他的门徒 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 也就是无限次的意思 主的饶恕就是这样的饶恕 主的爱是没有限量的